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报考警校 十有八九他就跑去当一名女警了 虽然没能成功当上警察 但随着一天天长大 张敏出落的越发标志 直逼一米七的身高更趁得他亭亭欲地 中学毕业以后他没有接着读书 而是去到了亚师议员的训练班 那时候的亚师还不像现在这么衰落 当时培养出来的人才与TVB也不相上下 那时19岁张敏正值青春年少 浑身都散发着少女独有的气质与魅力 当他拿着要发放的选美传单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 惊艳的美貌和优秀的身材无疑十分吸睛 除了路人 张敏成功吸引了陈兰的注意 向太子在注意到她的一瞬间 立马就下定决心要签下她 而彼时向家兄弟的永胜一夜也在筹划中 在公司力捧下 张敏成了永胜的第一个签约艺人 开始了开挂般的演艺生涯 就这样 张敏成了向华强 向华盛兄弟俩公司旗下的艺人 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只是彼时的张敏未曾想过 自己的一生会与向华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般演员能够胜利进入娱乐圈 总免不了要跑上几年龙套的日子 就连现如今《大名鼎鼎》的新演 当年也是从《名不经传》的小卒作起 但张敏却根本没有经历过这个艰苦的过程 只肩跨越过了一大截 首部电影就是和刘德华合作 并饰演女一号 虽然当时的华仔还没有成为天王 但张敏一个毫无半点名气和经验的黄猫丫头 凭什么能第一部电影就饰演女一号 这部电影已经上映后 在招来诸多记得的同时 也有不少人开始暗暗猜测 他与永胜上层的关系 尤其是和向华盛的关系 但尽管流言蜚语甚嚣沉上 但张敏的事业却并没有因此停滞 反而呈现出一路高歌猛进的好兆头 24岁那年他被香港娱乐媒体 并选为四大游物之一 排名仅次于叶玉卿之下 1987年张敏顺利从亚氏毕业 随后便在由张曼玉周润发主演的 《金庄追女仔》中作配 尽管在现在看来 这部电影实在是烂得掉渣 但在当时凭着一群靓女的颜值 最终还是取得了不俗的票房 尤其是受到永生力捧的张敏 其实是在张曼玉的光芒笼罩下 依然没有失色 还顺利的杜金上岸 紧接着在第二年 他参演了由公司出品的火舞风云 为早已红遍香港的中处红作配 可在拍摄过程中 张敏的戏份却在向华强的要求下不断增加 甚至到最后戏份简直要与女主角持平 直接导致素有香港梦露的红姑表示 再不会和永生合作 而向华强和张敏之间的绯闻 再度引发舆论讨论 尽管对于这段恋情 张敏一直识口否认 而向华盛在那时也早有期视 但就凭他在短短8年的时间里 拍了70多部影视作品 且一出道就是女一号 众人对他们的关系早已心知肚明 随后他又在公司的安排下 参演了《赌神》系列 而当年周星驰的一生生的奇梦 更是直接把他喊进了不少宅男的心里 但虽然电影是顺势力量的拿下票房换军 可这拍摄过程却一点也不平静 据说当时王静在拍戏的过程中 由于抬举自己的小女友邱初真 而冷落了张敏 还在片场对他破果大骂 结果当天半夜回家 路上被人暴打 送去医院缝了十几针 迷人都晓得 这是向华盛在帮小女友出气 在打那以后 王静对张敏总是客客气气的 连带着一向以八卦著称的港媒 也不敢轻易对他的绯闻信口开河 但意外的是 接下来事情的发展 却发生了难以预料的转折 张敏和向氏兄弟吃饭的时候 遭到了不明人士的袭击 很多人都猜是黑道寻仇 但也有人认为 对方目标不是副伤的向华强 但事实真相如何 在这件事发生以后 两人逐渐渐行渐远 与赵薇前男友的一段情 离开向华盛的张敏 第一件事就是自己投资拍摄了一部电影 还请来两位好友助阵 但因为经验不足 拍摄完的素材效果并不好 张敏便想再次请梁赵薇回来补拍 被对方以档机冲突为由拒绝 结果亏损严重 后来是借着追女仔九五之奇梦 这部电影超冷饭 才多少挽回了一点损失 但她的心却始终不在娱乐圈 美国多久便与朋友合作 做起了美容店 卡拉OK等产业 还参与了房地产开发 但由于经营不善 不仅店铺纷纷关门倒闭 还被朋友骗取了上千万港币 不得不一边变卖名下的财产 一边准备付出 不过虽然生意失败 但张敏在琴场去迎来了第二春 与小七岁的汪宇谈起了一段姐弟恋 但花花大哨哪里是会轻易收心的人 2002年 刚刚彩虹的赵薇无意中透露出 自己是汪宇的女朋友 听说后的张敏向汪宇行尸问罪 却没想到汪宇去淡大方方的承认 还提出了分手 两人最终不欢而散 相爱已成往事 唯有事业才是女人不变的依靠 2003年 继续不多的张敏再次付出 但属于电影的辉煌时代早已过去 她虽风韵犹存 风光却不死当年 2013年 有小的消息传出 张敏低调下架交往九宁的男友刘永辉 但四年以后 当事人却成亲 她从未结过婚 只承认目前正与小十多岁的男友交往 回顾她这一生 有过巅峰 也经历过失忆 伴随着情场上的大喜大落 只希望曾迷倒万千隐名的女神 最终能够收获真正的幸福